TVB最不合格男友,公开投诉女友不会肩胆,病了没人管。 你说说。 哪有什么男朋友会公开批评自己女朋友的?还不止一次的那种。是对女朋友有多怨恨啊?作为TVB当家小生之一的肖正男,就是这样的男人了。 堪称TVB的最不合格男友了。 她和TVB新进小花旦,黄翠如是TVB公开的一对恩爱情侣。 暂时不考虑结婚的事情,都是各自忙碌在TVB的演绎事业。 两人的恩爱相处方式呢?就是吵吵闹闹,你对我我对你啥的。 这不?在去年12月的时候,肖正男在一次活动上,和陈丽香搭档,接受记者采访时,被问到女朋友黄翠如的初意,她及时表现出无奈的表情,说。 她说,问到我的伤心事啦,收工回到家,还给我煮东西给她吃。 还狂喷,她以前还会煎蛋的,现在都已经放弃了,连蛋都不会煎,我命苦啊。 没几天,就这件事情女友黄翠如发表了自己的意见,我会保留追究的权利。 还为煎蛋的事情解采说,我只是煎坏过一次鸡蛋而已,因为对那个锅不熟悉,出具啥的还是用熟悉的好。 还公开抱怨肖正男,她诽谤我,她死定了。 还说,我几天都没跟她说话了哈哈哈哈,可怜的肖正男啊。 可是肖正男似乎就死性不改卡,日前出席TVB港剧《翻生武林》宣传活动的时候,聊到女友黄翠如的时候,肖正男及时又投诉自己生病没人管。 透露黄翠如现在去了另外一个国家做公益探访活动,和肖正男就一整个新年都没怎么见面了,也没有和父母百年。 还表示,女友黄翠如还不如留在香港,因为这里有个儿童需要照顾啊,就算黄翠如不会下厨,给我倒一杯水,给我地药也好啊。 分手!分手!分手! 。 黄翠如看来是必须给甩掉这个不合格男友了哈哈哈哈,不知道黄翠如届时回到香港受访时,会怎么应对男朋友说的这一番话呢? 嗯?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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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嗯?